伊军突然撤退 内塔尼亚湖罢手认灾 加沙终于解除危险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蓝观点 据相关消息报道 正值8亿冲突爆发半年之际 以色列突然传来撤军的消息 不少人对此表示 内塔尼亚湖这是撑不下去 想要停战了吗 那么事情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跌至目前 以色列对加沙的无差别袭击 已经造成了3万多无骨平民死亡 这份血仇 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来民 真的会轻易甩责原谅吗 值得注意的是 在以色列宣布撤军只在加沙南部 保留一个旅的兵力之后 以色列军方依然嘴硬 表示不会停止在加沙定面的行动 其实 这样的表态 在大多数人看来 就是以色列在撑墙 这次大规模撤军之后 此轮 拔以冲突 应该说是已经跌进尾声了 此前 内塔尼亚湖一直叫嚣 要进攻拉法地区的气焰 此时也已经烟消云散 一切只不过是他的炒作和作秀 不少人对以色列撤军 这件事表示不解 认为按照内塔尼亚湖 近乎魔政的个性 怎么可能会轻易甩责低头呢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 今天的以色列在国地上尴尬的将军 完全就是败他所赐 而且在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之后 内塔尼亚湖犯了两个致命错误 彻底含了西方国家的心 起义 相信大家也注意到 前段时间 世界中央厨房慈善组织 在为加沙地区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时候 遭到了异军的导弹袭击 造成了清明人员死亡 而这些越南人员当中 不仅有美国人 还有英国人 波兰人 事件发生以后 西方各国都对以色列进行的严厉谴责 这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做西方人的命是命 而加沙人的命就不是命的双标罪裂 此前 不管以色列对加沙进行多么残暴的行动 西方国家几乎都在装冷作呀 在沉默当中纵容一军 现在呢 暴赢来到了他们自己头上 才知道疼了 如今 以色列连美国人都敢攻击 这简直是犯了大忌 说的直白一点啊 这不就是内坦尼亚胡拿着拜登援助的武器弹药 攻击拜登的散民吗 这种事情 美国绝对不能接受 其二 是内坦尼亚胡打主脸冲胖子 竟然招了上了伊朗 如今 伊朗方面是摩拳擦掌 摩斗祸祸 美国面对伊朗都得小心在调尽 结果呢 以色列二话不说 直警就把伊朗的大使馆给炸了 伊朗高官日天声称 以色列在国外的大使馆 也将不在安全 招热上不能惹的人 内坦尼亚胡犯下的这个致命错误 足以让他今后啊 身败名裂 另外 以色列国内的情况 也让内坦尼亚胡非常头疼 近段时间以来 以色列经常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抗议内坦尼亚胡对加沙的政策 喊话要求内坦尼亚胡下台 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之下 内坦尼亚胡不得不做出妥协 但是呢 就算现如今选择收手 他的后半生也很可能要在牢狱当中度过了 如果这次特军停火只是暂时的 那巴以双方的天年恩怨依然不能化解 源源相报 何事了 为了停止杀戮 国地社会应该抓住这次机会 真正意义的 换中东一份和平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